熊熊大火和農煙從房屋內 竄燒出來 火是依法不可收拾 新北市櫻歌區移動四層樓的透天措 在二十一號凌晨發生火警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受傷 警銷人員貨爆前往現場搶救 但因為火是蒙烈 所以燃燒將近一個小時才完全撲滅 初步研判 起火樓層在一樓的客廳 電線的可能性是比較高 但是也要經過比對 每一個房間門都沒有關 然後頂樓又加蓋 頂樓加蓋是這一次影響排煙的 最大的阻礙 回到事發現場 可以看見房屋外牆已經被燒得漆黑 消防單位指出透天措設計比較密閉 加上室內有樓梯 每個房間又沒有關門 所以農燕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竄生 但詳細起火原因還要進一步釐清 新北市違建大對則說明 頂樓架蓋是屬於寄存違建 沒有公安疑慮 都會拍照列管 至於三名死者是現年五十歲的屋主 曾姓夫妻和他們的外甥 傷者是他們的外甥女 因為從三樓跳樓逃生而受傷 曾姓屋主是奉明國小校長 平常待人和善 因此消息傳出後 鄰居們都相當不捨 消防指出曾校長投身教育界三十二年 平時很有親和力 都和學生打成一片 儘管昨天是假日還前往學校 關心工程施工狀況 沒想到是最後一面 得知二號之後 學校立刻召開臨時教師會議 同時也在升旗典禮默哀致意 後續也會安撫學生情緒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